公元前98年 天汉三年 正当司马迁埋头住宿实际的工作 进入到高阵 突召飞来韩国 当时的大将李林率五千人马 长驱大漠与匈奴 一仗再仗 周英寡不敌众 战败被俘 五弟听说居然李林被俘了 你居然能被俘 非常生气 群城也很多人一看五弟生气 就顺着五弟 还说李林要卖主求荣 结果司马迁听什么 其实司马迁跟李林没什么交情 五弟非常生气 认为司马迁 你为李林辩护 你不是在讥讽我吗 讥讽我指挥无方吗 你甚至在诽谤 你诽谤 我的小老婆 也就是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 于是五弟决定 把司马迁割了 恭喜 但你想一想 对于司马迁这位将明节看得比 心灵大得多的这种高谷之士 功行无一是对他的最大王 但司马迁说什么 人故有一事 或重于太山或轻于后亡 如果轻易的选择死亡 若九流亡一毛 所以司马迁选择了身 从此司马迁忍受着 行鱼之人的巨大痛苦 续往事 施来者 终于成就了死寂 这部千古局 功行是破坏人生殖器官的酷刑 在旧武行中 它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重行 因为古人普遍存在生殖器崇拜 直到今天 这种观念仍然为 很多人所信服 在古人看来 生殖器的价值仅次于头论 这就是为什么在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中 你会发现古人在入战的时候 往往头上是戴面具 阴部是有护阴盖片的 因为古人认为头和生殖器 是人体两个最重要的部分 死后还要加以报复 那受过功行的人啊 生殖器被破坏 从而断子绝水 这是在重视子事和香火延续的古代中国 确实是一种异常残酷的形态 功者 男子歌诗 妇人幽闭 它是阉割男子生殖器 破坏女子生殖器能的一种肉形 功行有很多名词 什么禅师啊 辅行啊 阴行啊 受功行的人 由于怕风寒伤口感染 他需要在 严密温暖的房间呆上树 这种房间跟养残的房间很相似 所以被称之为藏室 那功行又称为辅行 为什么称之为辅行呢 据说呢 一个受功行的人啊 他就跟这个朽木一样了 跟腐朽的木头一样了 有杆但不能结实 所以被称之为辅行 但也有人说被称之为辅行 是因为受刑之后伤口会腐烂恶臭 男子的功行呢 就是所谓的去世 也就把圣质器割掉 所以呢 这些人有的时候会充当宫廷的这个谱业 因为可以保障皇家血统 其实古代的功行啊 它也会适用于女性 这称之为优弊 那关于优弊呢 有很多种理解 一种认为优弊啊 是把女子关起来 不让他和外人接触 还有一种理解啊 是认为优弊啊 是用木棍之类的东西啊 敲打女子的下腹部 人为的造成子宫 脱垂死之不能够生命 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 叫病后杂谈 他就持这种观念 他说向来啊 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 总是觉得呢 这可能就是把他关起来 或者把他缝起来 但竟是好像被我查出一点 大概来了 没办法的凶恶和妥当 而且又合乎解过去 让我感到非常的辞职 这鲁迅先生写的 所以秦朝的功行啊 是令人瞠目结实 有一本书叫《烈子》 这里面就记载 所以有人曾经劝秦王 以仁义治国 秦王气坏了 把他处以功行 罪名是 如果用仁义治国 这是灭亡之道 你居然劝我仁义治国 你想灭国呀 这是秦王 所以你看史记就记载了 秦始皇呢 当时为了修建了 这个厄皇宫 用了七十多万受过功行的罪 你想一想 那个时候人口才脱下 汉文帝时废除了肉行 其中就包出过 废除功行 但是马上同学说 不对不对 来西 你刚才讲了汉武帝 文帝应该是武帝的主杯吧 怎么文帝废肉行 武帝又有了呢 对了 文帝废了肉行 他儿子紧定 马上又恢复了功行 所以功行最初是作为死刑的替代刑 后来就成为了皇帝临时决定使用的一种独立行法 因为在中国古代皇权是不受约束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呢 我们说有法律 但是没有法治 没有那个治理的治 没有这个法治 皇权是不受约束的 在汉武帝时期体现了尤为独立 他的权力是没有限制的 直到隋朝啊 这个开皇年间 隋文帝阳间才正式的下招把功行废除 所以作为一种正式的刑法 功行 是在隋朝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但非常遗憾的是历史总是有法律 因为如果权力不受约束的话 那么这种稀奇古怪的刑法 都是随时会出现的 那功行虽然不再是五行中的正式刑法 但他却时不时成为一种法外之刑 因为皇权嘛 从来都不受法典的约束 大家非常熟悉的明太祖朱元璋 在他的这个大告终 就规定了许许多多言行序 其中就有阉阁为罗 他当皇帝的时候 有一个监察御史叫张上尼 哎呀特别会写诗 特别会写那种忧怨诗 可能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些 对吧 天天电视剧里面唱的 霸道总裁的那些诗 但是你写诗 你居然敢写公怨诗 他写了一首公怨诗 叫庭院成城 咒漏青 闭门春草 共仇生 梦中正德君王仇 却被皇帝叫一声 哇哦 宫中 兵妃的心事 居然被你如此生动的描写 皇帝气坏了呀 大陆 下令将他处以贡献 结果沾山 死在了藏室 那秦漢之后啊 宫廷中的幻官啊 普遍都有送公刑之人 送的 这些人生前呢 备受过 死后也不能进祖坟 所以生理上的残疾啊 导致很多燕人 心理上是严重流去而变成的 一旦掌握权 这些人往往就会做出一些 思恶不舍 令人发自的事情 像秦朝的赵高啊 汉代的石长石啊 明代的刘锦啊 清代的李恋英啊 等等等等 这些人从受害人 转向害人的时候 何尝又不是公刑的恶果 谢谢各位同学 那我们今天的公刑 就讲到这里 谢谢